学习的这个内容是出埃及记的第五章的一到十九节 我给他起了这个小标题叫在堕落世界寻公益 经文比往常稍微多一些 但是讲了一个很有意思很连贯的这个故事 所以我们一起先把一到九节这几节经文读一下 出埃及第五章一到十九节 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这样说 容我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 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 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 他们说西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埃及王对他们说 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矿工呢 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 又说看呐 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 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 当天法老就吩咐都公和官长说 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 叫他们自己去捡草 他们素肠做砖的树木 你们仍旧要向他们要 一点不可减少 因为他们是懒惰的 所以呼求说 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 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 叫他们劳碌 不听虚谎的言语 都公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 法老这样说 我不给你们草 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到草 就往哪里去找吧 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 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 遂结当做草 都公催着说 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 与先前有草一样 法老都公的 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 你们昨天 今天为什么没有照相来的树木做砖 完成你们的工作呢 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 为什么这样带你的仆人 都公的不把草给仆人 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 看哪 你仆人挨了打 其实是你百姓的错 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 你们是懒惰的 所以说容纳 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 现在你们去做工吧 草是不给你们的 砖却要如数交纳 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 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 一点不可减少 就知道是遭遇火花了 这个就是今天要查的这些 经文的这个内容 我们在前四章 出埃及前四章的呢 分别是先讲了摩西的身世 然后讲神如何护照摩西 然后摩西又推辞 神又护照 然后终于到了第五章 摩西和亚文在第一节 就来到了这个法老面前 这章开始讲神 摩西如何开始按照神的护照 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第四章讲到 上一星期时候讲到的这个内容 就是摩西跟亚伦 在以色列人面前行了这个神迹 之后 以色列人也认同了摩西 摩西的这个作为 神的这个代言人的这个角色 也被以色列人认可了 虽然建法老这件事情 听上去天方夜谈 但是事情的确像神应许 那样的展开了 摩西当年不是担心说 他没有办法说服法老 让他放人吗 而且他当时还担心说 以色列人压根不会认他当领袖的 毕竟四十年前他年复立强的时候 他连两个以色列人打架 这件事都解决不了 但是神说以色列人肯定听你的 果然以色列人就听了 所以这个对摩西来说 是很大的这个鼓励 于是在今天这一章 他们来到了法老面前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神吩咐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 他在第三章十八节的时候 神当时说的是你和以色列的长老 要去见埃及王 要宣告神赐他们自由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 当他们站到法老面前的时候 以色列长老们好像没有在经文出现 而且不仅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 在出埃及记后面 整个在跟法老的这个对峙的这个过程当中 没有提到以色列的长老 踏足法老的王公 有些人就是好像这些法老没有去 所以犹太人他自己也很难协调 这两个经文就是为什么神说你要去跟以色列长老去 结果最后他们没有去 他们解释是长老不在场的 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胆量 有一个拉比他们的猜测 就是说他们当时应该是跟摩西一起去了 但是在路上的时候越来越靠近王公 他们越来越害怕 最后一个一个都溜走了 所以到最后来到这个法老面前的时候 就只剩下摩西和亚伦两个人了 这当然是一种猜测 没有太强的这个圣经依据 但是同时圣经也没有给我们其他的这个答案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前后不一样的这个地方 好像说是要让长老们去跟摩西一起去 但是没有找到这些人 但是我们知道亚伦跟摩西一起去了 而且他们应该是满怀信心 而且很有胆量的 因为他们刚刚见到了神的这个呼召 见了神的神迹 在百姓面前又重新试性了神的神迹 所以虽然他们要面对法老 要冒生命的这个危险 特别是摩西 他很害怕 因为他40年前在埃及犯过杀人罪 虽然那个法老死了 但是如果这个官府里面有任何人 其他人记得这个事 他就有可能要被追讨这个杀人罪 而且他们说的这个话 本身也是不受法老欢迎的这个话 是侵犯他们的这个 法老会觉得这是侵犯自己的荣耀 侵犯自己利益的这个事情 但是不管法老是否愿意听 摩西和亚伦都要说给他听 毕竟这个是神要向法老所说的话 而法老他自己所代表的呢 毫无疑问就是魔鬼的力量 圣经上面说这个不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 但是如果单纯的用这层概念去套法老 有点便宜他了 因为他是的确的格外的坏 他的前一任就是那个残酷迫害以色列人婴儿的那个法老 然后他自己呢也一样 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残酷的压迫在埃及为奴的这个以色列人 所以他的确很坏 所以在表面来看 这节经文讲的是摩西和亚伦所带领的以色列人 开始跟埃及的法老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峙 但他实际上背后反映的是神和魔鬼撒旦之间的对峙 或者说是女人的这个后裔就是跟魔鬼撒旦的这个族裔之间的这个对峙 所以以后华在这节开篇他的这个话是什么呢 说是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洁 摩西和亚伦就忠诚的把这句话传到了这个法老面前 摩西需要用很大的这个权柄和信心来说这个话 而且他们的这个开场埋呢 是我们很熟悉的在先知书里面很惯用的语句 就是神这样说 他我第一节的这个内容 神这样说他们传达的是这个神的话 啊然后这个他们提到的这个在旷野向神守洁呢 这个旷野就是摩西牧羊的那个旷野 也就是在西乃山脚下的那个旷野 既然神要让他的百姓到旷野去学习如何敬拜他 而这件事情啊 他实际上是魔鬼撒旦最恨物的这个事情 就是人去敬拜神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说这个是神和撒旦之间的这个对峙呢 撒旦当时他本来是被收造的天使 他当年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啊 在敬拜中在这个啊这个圣殿上 他想要与至圣者同整 他也想要受敬拜啊 所以他是因着撒旦是因着这样的这个骄傲而堕落的 所以他所心里面最大的希望就是受敬拜 所有的人都敬撒旦 而如果你不去敬撒旦而去敬神的话 这个是最戳撒旦的这个痛点的 这是他最恨物的这个事情 所以出埃及记本身并不能简简单单的是理解为 以色列人啊是脱离埃及法老的这个手 离开埃及得救的这个故事 出埃及记的这个重点是一个蒙救赎的人要去做什么呢 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去向耶和华守节就是去敬拜 这个对我们理解这段经文至关重要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弟兄姐妹是怎么样 我们自己我周围经常熟悉的弟兄姐妹 我们经常拿出埃及记这个东西来说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呃几年前在工作上面 我遇到这个道德困境 然后想要离开那个时候的这个公司 然后我会跟弟兄姐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说求神带我出埃及啊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我的这个重点是放在求神帮我脱离我当时所处的苦难 这个事情上呢 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也经常会这么说 求神带领我出埃及出埃及 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经常被忽略的是 脱离了苦难之后去干什么 呃但是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脱离了苦难之后去干什么 才是出埃及记真正想要强调的事情 也是我们自己在求神祷告的时候需要强调的事情 神会允许我们处在很煎熬很艰难的这个处境之中 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也会想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脱离这样的这个处境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知晓神的心意 知道神在旧约里面是如何把他的这个心意显明的 我们的祷告的重点呢应该在脱离了目前的苦难之后去干什么 啊脱离了苦难这件事情如何的去荣耀神如何去敬拜神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后面这一层的认识呢 在这个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后面 我们会反复提到这个小心的以色列人 啊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一层认识就是脱离苦难是为了去敬拜神这件事情 我们会变得其实跟这些小心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只能看到我过去的苦难 和所有的这个盼望都热切的关注在脱离苦难继续脱离苦难啊 之前在埃及为奴的这个时候这是苦难 到了旷野当中没东西吃了还是苦难 没水喝了也是苦难 没有肉吃也是苦难 所以才会造就他们不停的经历神迹 但是不停的这个小心的这个情况 因为他们的眼目全部都在看求我脱离苦 帮我脱离苦难 他们没有在想神当初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去 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呃法老的回答 对这个呃 容我这个百姓去旷野向我守洁这个事情 他的回答是很狂妄的 而且是很故意亵渎的 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 这个 这类似的这个话在经文里面 同时在第一节出埃及记刚开始第一章 第八节的时候就出现过 那个时候还是上一届的这个法老 上一届的法老 经文说上一届的这个法老啊 不认识约瑟 而这个这次这个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 呃我们在上一次讲的这个时候 其实讲第一章的时候就说到我 这个其实不是说法老对自己的国家历史一无所知 他肯定是知道这个人的 肯定是知道约瑟这个人的 但是这个回答里面表达的就是对耶和华的这个蔑视 因为法老们他们自诩是太阳神之子嘛 当年虽然受到过这个约瑟 其实也是受到过耶和华的这个恩惠 但是毕竟好几百年过去了 难道我一直都要因为你受的这个 受你这样恩惠 就在你面前要低头做人吗 好歹我也是太阳神之子 所以耶和华算是哪来的 我没听说过 所以他表达的是这样这个意思 紧接着后面 摩西跟亚伦说呢 西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 求你容我们老旷野去 就三天的路程 祭司那耶和华我们的神 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 在这个地方 摩西和亚伦表现出了极大的这个谦卑 也有 我不知道有这当中有没有克制 但是显然是非常的有谦卑和耐心的 这些都是基督徒的美德 他们用很卑微的恳求的方式说求你 说就说容我们去旷野走三天 有些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认为说 你刚开始说容我们百姓去在旷野向我们守节 遭到了这个法老聚节之后呢 又说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 是不是在让步啊 是不是意思是说你要不让我们去的话 你让我们去走三天吧 那就呃这个地方呢呃不应该被理解 理解为是一个一个让步 呃因为呃神叫摩西呃这个呃 叫叫这个走三天这件事情啊 是神吩咐摩西的 这个话也是这个神告诉他 呃告诉摩西要像法老说的这个事情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是在呃出埃及记 第三章十八节那个地方清清楚楚写的 而且神当时说要让以色列人走三天 这个事情呢他的意思也不是说是让以色列人去参加一个三天的一个退休会 完了之后还要回到埃及这么一个事情 呃而这个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目的有关系 神拯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去服侍去敬拜神 嘛所以这个走三天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其实应该就是从出埃及之后 然后领这个百姓到这个啊 和列山的这段时间 要行的这个距离 这个也是神当时对摩西所说的话 就是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罚你去的这个证据 这个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山就是和列山 所以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出埃及啊 他第一站不是直奔迦南地区 不是将去那个应许之地 而是要先去这个圣山 要在这个山上 因为在这个山上呢 神要在这个地方 与以色列人去立约 以色列人之所以能成为 这个神的这个百姓 完全是因为神 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所立的这个约 这就好比是他们手中 拿的这个这个立约的证据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西奈山事约 所以神说你们必在这个山上侍奉我 实际上在后面他们出埃及之后 的的确确像神说的这个样子 他们先去了这个西奈山 而且在西奈山那个地方 他们停留了一年之久 他们没有在那个地方说 我们在那稍微拜一下 然后接着赶紧去 在南地赶路吧 没有他们在那地方建立圣幕 建立这个会堂 然后在那个地方赞美神 服侍神在那待了一年 走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个走三天的这个意思 是要是他在reaffirm 我们要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去 要去这个西奈山 要去献祭 没有表达任何他们有意 要返回埃及的这个意思 然后呢 法老紧接着在第四节又开始说 你们为什么要让百姓 矿工呢 你们去担你们担子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让你去 出去这个静拜神 你在这个地方要给我们这个好好做工作 是参加这个社会生产力 怎么能矿工呢 这个事情 我看上年纪的这个一个牧师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说他想到在文革期间的时候就有这种的情况 说那个时候在批斗教会领袖 在这个牧者的这个时候 经常就这样算账 就说 你看你你每个礼拜都要让你的信徒去守主日做礼拜 不干活 一年有52个礼拜 那这个10年就有520个礼拜 你想想你从讲道到现在 你已经讲了30多年的道 那一个信徒就耽搁了1500多个劳动日 你这么多信徒要耽搁我们多少个生产力 多少个劳动日呢 跟这个法老说的这个话一样 这个是魔鬼常见的这个伎俩 我们刚才讲到说魔鬼是他最恨恶的事情 就是人敬拜神 但是如果他直接说你们敬拜神 这件事情我受不了 这太露骨了太明显了 这个狡猾的魔鬼不会这么说 所以他的这个攻击角度亡暖就是这样 他会说你去敬拜这件事务事 你去敬拜会耽误自己休息 耽误你跟你朋友的社交等等等等如此 而且最后法老回应的这个手段呢 他更加变本加厉 说不给他们这个草了 要让他们直接拿这个 就是直接拿你 就让他们自己去找草去这个去做砖 这个东西这个 在这个考古里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埃及之前 他建造的这个城市里面的确大量使用这个草泥砖 这个这几个是古埃及的一个壁画 这个壁画里面表达的就是一群人在做这个砖 然后做砖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这个需要用泥也需要用草 然后而且你可以看到现在 发现的这个埃及的这个金字塔里面 他们建造金字塔所用的这个原料 它本身其实就是草泥砖 是泥混着草的这个砖 所以这个不给草了 让他们自己去找草 其实就是增加工作量 但是仍然要让他们如数的去交这个砖 就是难为他们 我我在讲这个查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还查到另外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经常会在这个中文的讲道材料里面被提到 就是说这个有些人说这个在考古里面可以支持圣经这一段的这个记载 说这个以东城比东城啊 就是当时出埃及记说 以色列人在建的两个那个激活城 兰塞和比东当中的那个比东城 有有这么一个说法 说那个比东城的这个考古发现 说这个城下层的这个砖里面含草 中层的这个砖里面就含碎结 然后上层的这个砖就是纯土的 然后有人就说你看 这个就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埃及人 不是埃及人 以色列人做砖 所遭被责难 这个经历是一样的 后来我从想从其他这个地方去查一下这个说法 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但是没有从网上找到证据啊 而且我查到的这个 关于这个比东城和兰塞城 他具体的这个遗址到底是哪一个 在考古城实际上还有一些争执 所以这个东西应该不是特别的确切 但是呢 这个反应这个反应本身是很合理的 这个埃及法老就是说 你竟然过来跟我提这么一个 无理荒唐可笑的这个要求 看来你们真是闲的蛋挡 所以就要变本加厉的 让他们去劳碌 而且呢 这个法老还自己亲自说了一个 就是为什么要让他们变本加厉 让他们劳碌呢 第九节 好 让他们不听虚晃的言语 就是你埋头干活 把你天天累的都不行 你就没有精力 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 这个经办神啊 这些事情了 所以然后呢 啊 他的这个 strategy里面 他的这个计策里面 其实还有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很有很有 很有用的一个功效 就是他还可以去挑拨 摩西和亚伦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因为这个就好像是 你工会代表派去跟这个公司谈判 谈完了之后结果待遇更差了 很难让人不觉得这个代表 要么是草包或者是出卖了工人利益 来换取个人利益等等 而且这个手段也的确奏效了 在后面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 以色列的这个长官 竟然去开始向法老去寻求公益 他们向法老去这个说 哎呀 我们这个是被冤枉啊 这个这个 然后呢 同时他们开始去抱怨摩西和亚伦 他们认为是摩西和亚伦 让他们陷入了更苦的境地 所以你看埃及法老的这个 反制手段非常的奏效 啊 啊 当这个以色列人向这个法老去这个抱怨啊 说这个啊 在这段经文里面说这个啊 为什么要带你带你这样的带你这样带你的仆人呢 啊 以色列人的这个官长他认为 恶待以色列人的这个主谋不是法老是渡公啊 没想到那个主谋其实就是法老啊 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官长官长啊 这个他们想要争取公平啊 他们想要争取一些讨回一些公道 但是他们竟然选择去向法老哀求 却没有向神去祈求 他们忘了是谁说的这个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这句话 所以这个啊 历史历代一样 如果是在信仰的这个问题上面受迫害 你在这个往上诉往往是没有用的 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这个麻烦 而且他们在这个地方犯的更大的错误就是 他们忘了这个世界上公益的这个来源 到底是来自什么地方 这个点子我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颇有感触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这这次查经的这个小标题 启成是在堕落世界寻求公益 这个标题 刚开始我们讲的这个这毫无疑问是 摩西跟法老之间的这个对峙 是神跟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和魔鬼之间的一次对峙 之后的这个恶果让以色列人开始 想要继续从这个堕落的世界去寻求公益 在圣经里面 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 有一些经文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公益是源自于神 而真言里面说求王恩的人多定人士的乃在耶和华 这这句经文我觉得跟今天讲的这个事情很匹配 这句经文的英文的这个翻译呢 更更匹配一些 就是many seek an audience with a ruler but it is from the lord that one gets justice 这个定人士的在耶和华 他在英文翻译里面他翻的是公益只能从主而来 只能从神而来 但是很多人想要去求王恩就是统治者的这个恩典 exactly就是以色列人现在在干的这个事情 然后另外的这个经文还有这个就是格林多前书里面 这个的一个教导 就是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情 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 不在圣徒面前求神的 岂不是圣徒将来要审判世界吗等等 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就不完全读了 这个教导本身不是很难理解 圣经不鼓励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寻求公益 是因为公益这个概念本身源自于神 而且明白了这个神的这个道理呢 基督徒其实更了解公益的这个样式 所以你如果去向世俗的这个司法系统 或者其他权力机关向另外一个基督徒去追讨公益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减了芝麻丢了西瓜 因为你明明是更明白这个公益的这个 就是你跟对方都明白真正的这个公益的这个样子 真正的公益的这个道理 而且除此以外你不仅明白公益 神还教导你要爱要忍耐 要对这个弟兄之间要入手足 结果你把这些都丢掉 去跟一个其实不能完全明白公益的这个世俗司法机关 这个事情显然是奢本注目的 神的这个权柄和启示 在公益这个层次上面是足以解决这些争端的 而今天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神所给的这个启示和权柄 足以解决这些争端 还会有一个基督徒像通过司法机关去向另外一个基督徒去追讨公益的这个话呀 那这个基督徒他实际上并不是在追讨公益 他更多的情况下是在追讨一些利益 而今天这个 之后我们会稍微展开再继续讲这个点 而今天这个以色列人像法老那个地方深渊 他例子里面其实给了第二个原因 而圣经为什么 generally讲 不鼓不鼓励人在世界寻求公益呢 一是因为神已经启示了完整的公益 世界本来 不认识神的这些人本来也不明白这个真正的公益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个原因是 这个不公 这个 呃 不顺 呃 这个不顺服人的这个呃 呃 心里面 呃 一定 有与神的这个公益出现偏差的地方吧 他可能会在一些地方保持与神公益一致的立场 但总会有一些地方 与神有偏差 这些地方往往就是阻挡他们信神的这个壁垒 呃 或者是骄傲 或者是漠不关心等等 在今天的这个更极端的这个例子 我里面 他告诉我们不顺服神其实是世界上一切不公益的来源 当以色列人像法老求公益的时候 那就真是撞枪眼上了 呃 因为不顺服神与神作对这件事情 他本身就是世上一切不公益的来源 像今天这个情况 这个命令就是从法老下的 所以这个这个道理本身呢 从 单单从道理角度来讲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特别难理解 但是一具体到生活细节里面就开始 很容易开始跌倒了 我们之前呃 在讲这个第二章前面的时候 讲过一个对基督徒应不应该做什么事情 这一类问题讲了呃 总归归归纳了一个总原则 就是人做事情的时候呢 总是看重结果方法 但是神特别看重动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啊 这个出埃及里面一开始的那个接生婆 他想要保护以色列人的事情啊 被神是是在深夜里面是蒙悦纳的 虽然从方法方法上来讲 接生婆撒谎了 从结果上来讲可能也没保住几个 因为他们的这个谎言本身并不高明 而且法老很快开始绕过接生婆 发动埃及群众消灭以色列婴儿 但是这些接生婆所做的事情蒙神悦纳 因为他的动机和神心意 所以呢在手段或者方法 结果和动机里面 人常常看方法和结果 但是神最看重的是动机 所以今天到讲到这个基督徒 应不应该向世界追讨公义的这个问题里面 一样可以衍生出来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基督徒应不应该打官司 基督徒跟一个基督徒之间应不应该打官司 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之间应不应该打官司 如果你看这个罗马书的这个教导 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 是不是就不应该去依靠这个时间的这个法律系统 去跟一个基督徒打官司 在这段时间的教导里面 特别的是对这个弟兄之间相互 征静的这个教导 那你要是被人抢了 这个要是要是这个不是基督徒呢 可不可以去诉诸这个 世间的这个法律系统啊 而我们刚才讲了 反正世间的这个法律系统 它本身也不是完美的公义吗 是吧 那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荣荣作为律师肯定是有话要说的 大家肯定潜意识里面会觉得 应该不是说基督徒就不能去诉讼了 应该是可以诉讼的啊 应该没有这么绝对 但是可能又会有一些顾虑 有些人可能会想 那我这么做是不是就小信了呢 嗯 我们先看圣经上面对这件事情怎么说 就先看这个 在哥林多前书给出这一系列教导的这个保罗 这个人 呃 他自己 在石头星传里面 有多次的这个记载 他自己 以法律 与犹太公会和罗马政府面对面 进行这个合法斗争的这个事情 呃 在有一次是在石头星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 呃这个犹太公会的这个控告保罗 让他被抓了 然后呢 罗马政府企图要鞭打拷问保罗 然后保罗就抗议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就鞭打他 有这个例吗 你看 他就这个时候就开始把法律拿出来了 就是你这做法是不合法的 然后 还有另外一次 保罗在公会面前申诉的时候 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 吩咐旁边的人去打保罗的嘴 然后保罗立刻 又开始抗议说 你这个粉饰的墙 神要打你 你做堂的是为按律法审论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你看他 他又把这个法律 保罗他对 他对世间的法律还很了解 他自己这个很 博学多才 所以他 他也经常的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去保护他 到他自己被审的时候 到了罗马的这个 巡抚斐利斯和这个 面前受审的这个时候 公会的人去控告他们 然后保罗说 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饭 然后到最后 他 他说我就没有干什么不义的事情 没有犯任何该死的罪 就是死我也不辞 所以他们所告的事情 如果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就是可以交给犹太公会 然后最后保罗说 我要上告于凯撒 然后罗马巡抚 驳回犹太人的这个控告 然后说这个被告 你这个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 还没有机会分析所告的他的这个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个不是不合法 不是罗马人的这个条例 然后最后又经过这个亚基帕王的这个审讯 最后证明了说保罗其实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没有不该绑他 然后最后亚基帕说这个人 如果不上告于凯撒就可以放了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还是不行 他要继续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他坚持要去罗马 罗马城要去上告凯撒 然后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主曾经在保罗旁边对他说 你当年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你必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所以保罗继续要运用法律武器 继续要到这个罗马城去要上告凯撒 所以你纵观这个保罗他自己 首先他需要用法律武器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含糊 对吧 而且这都是诉诸事件的法律 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呢 没有一件事情 他诉诸法律的时候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安危 每一次都是为了维护信仰自由 为了这个神去做见证 而为了这个神的这个真理去做斗争 所以他到了这个罗马城的这个时候呢 他到了这个罗马城的这个时候 他在那个地方得以有机会可以在那个地方继续的去传开福音 在这个十足星传里面讲他到罗马城的那个地方之后 有好多的人到他住的这个地方去跟他彻夜的去听他的讲道跟人聊天 他继续在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上告凯撒这件事情 也不是因为他说我就是气不过来 你们这帮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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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水衙门是吧 我一定要把你们这些一直告到皇帝那儿 让你们这些这个这个呃 这些这个糊涂官都被都被剥了 不是这样的 他去了罗马城的目的还是要在罗马 在这个帝国权力最核心的这个地方继续去传福音 嗯那保罗要这么做的话 为什么又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说 基督徒之间不要想去外邦人去诉讼呢 刚才我们其实也讲过一些了 信徒之间彼此告状这个事情呢 他本身违背了主耶稣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命令 啊而且他本身对于神呃对耶稣呃 不是一个好见证 而且如果神的这个儿女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本来我们也一无所有 一切都是主的这个恩赐 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所以如果知道什么东西都是主的恩赐的话 就不会觉得什么事情是受欺负或者吃亏的这个事情 如果真的认识神的这个恩典呢 一心以得着这个耶稣基督为至宝 那地上的这个事物都会被看为是小事 啊所以是会会会会有那种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啊 就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说的那种情况 因为看淡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事情原本都是恩典 而且最大的那个恩典他已经得着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我们刚才还讲到说明白这些道理的这个基督徒明白这个公义 神的公义道理的基督徒神的公义的道理其实是足够解决一个争端当中公义不公义的问题的 你看很多时候人的这个争端里面有些时候人是争个利有些时候人是想争个理 争个理就是想说这事到底谁对谁不对谁做的错谁做的对这个是对公义的一个诉求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神所启示的这个公义的道理是完全的 所以神的道理是完全可以能够帮助人去裁定公义这件事情的 世间的这个法律系统他能比这个东西高明能比神的启示高明到哪里去呢 没有办法高明到哪里去 但是世间的法律系统他的的确确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他能用世界的这个力量把你在当时的利益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争一争 让你去拼一拼因为你如果相信神的话的话你需要把当时的事情给放下来 但是如果你放不下那个事情你放不下当前的这个利益 其实你再去像这个世界的这个司法系统去寻求公义的时候就不是在寻求公义了 寻求的是当时你放不下的那个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把我告诉人不要去这个基督徒之间不要向外邦人诉讼的这个这个原因 不要向这个基督徒之间不要去诉诸这个世俗的这个司法体系 那如果你去看保罗运用这个法律做斗争和他所训斥的那些格林多人运用法律 他们之间的这个核心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有些人可能说他格林多人是基督徒告基督徒 他这个不是他这个他上告的要么就是犹太公会 要么是罗马人 其实这个不是核心区别 他们之间的核心区别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是仍然是他们的动机 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诉诸法律 保罗 所以你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诉讼啊 这个时候有些人讲 可能开始要问了 那对外邦人可不可以啊 基督徒可不可以告外邦人啊 不可以告基督徒的道理我们明白了 要告外邦人呢 我们要看你是为什么去诉讼 这个是保罗和格林多人 他这两个运用法律的核心区别 你如果是为了去传扬主道 就像保罗一样 为了去能罗马成 这个罗马帝国的中心去传道 为了能让自己的这个这个话 自己在这个 诸如所拆派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道路上 能够走的更远一些啊 能够这个跑的更远一些 如果是为这些事情 这是神喜悦的 是吧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利益 血气和征静 这是神不喜悦的 所以关键就在于你到底是为什么去诉讼 而不是你诉讼这件事情本身 但是动机不总是很容易从外面能看出来的 但是神知道的 神永远是知道你的动机的 而且神就是要看中这个事情 然后为了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荣弟兄昨天还补充了一个法律知识 就是在情节不怎么严重的这个民事案件里面 人是可以选择要不要起诉的 但是在情节比较严重的这个刑事案件里面 这个控方其实往往是政府 这个时候这个受害人 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刑事案件上面 选择起诉或者不起诉的 因为本来也不是你个人去起诉 所以如果有一个问题说 教会里有个弟兄杀人了 我们要不要起诉他 其实这压根就不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起不起诉本来也由不得你 但是什么由得你呢 公义的这个判断 怜悯爱心甚至是原谅 这些事情由得你 而且作为成熟的基督徒呢 应该是知道上帝的这个好物的 知道神的旨意是要怎么带领自己 要怎么带领人 所以应该也能很敏感的 在血气当头的时候知道 哪些想法是出于血气 能够清楚的辨别我想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我背后的血气在推动我 还是神的这个灵在推动我 所以到时候要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要至死血气 要让这个圣灵 要让耶稣在自己的圣灵里面做主 要求自己的这个 在这件事情上面 能够凭信心靠神的这个带领 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所以这个又回到了 在讲接生婆的那个事情上面 我想那个重新 再附属一遍的这个点 就是基督徒常爱问这个基督徒行为准则 但是我那个时候说 其实神更看重的不是你的行为准则 是你的动机准则 神更看重的是你因为什么去做一件事情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人更喜欢看行为准则 因为行为准则能从外面看出来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人们想要问行为准则的时候 很多时候不是想要去拿那个行为准则去比自己 而是想要拿那个准则去比别人 所以大家很多人不喜欢听动机准则这个东西 因为动机准则你看不出来 你如果看不出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拿这个准则去套别人 但是神教给你的这个道理 是让你去拿这个准则套你自己的 这个救恩这个事情是每个人 跟神自己之间很personal很私密的这个事情 就是关乎你和神之间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要交给你这个动机准则呢 因为你知道自己心里面神看重的就是这个心 而你自己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圣经上面会让你说 你不要去论断别人 如果你很难去看清那个人的动机的话 单从行为上 你的确确是不知道这个人做这件事情 合不合神心意的 像这个基督徒诉讼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可以能想得出 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诉讼的这个例子 也一定可以想得出 不合心意的基督徒诉讼的例子 这个关键不在于他诉讼不诉讼 关键在于他到底为何诉讼 他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动机 这个动机准则这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也希望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动机准则经常是不受欢迎的 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准则是给自己看的 不是给不是让你拿去套别人的话 也就应该能明白为什么圣经会这样教导我们 好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是补充的吗 我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不算是一个问题吧 有一个困惑 能听老闭能听到吗 能听到 OK 就关于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把诉讼就是在内部解决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 那个时候外邦人主要是指罗巴人或者说 犹太人之外的其他的民族的人 对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历史的因素是 他们是自制的 即管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定 但他们是自制的 然后在他们内部有自己的工会 所以说基本上大小事物是自己在工会里面解决的 对吧 然后我在想当时说这个诉讼的事情 不要拿到外邦人面前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说 不要将自己工会里面能解决的事情 拿到用罗马的法律去套用 然后等到真的是跟 如果说再想到现在这个时代 比如说你生活在美国 其实你就只有一套法律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还 这种基督徒内部解决事情的这个原则 还适不适用呢 可能这是我的困惑之一 第二呢 如果说还是适用的话 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才会导致了很多基督 很多教会里面有耗尘的基督徒 其实在做一些传销的活动 或者说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容易将 基督徒这个身份和他的职业操守给分开了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找装修工水间工 你一听是基督徒就一定会觉得是靠谱 但实际上我的experience就是说未必 对吧 就是说因为带着这个观念 就是说你mix掉了很多 你该有的职业操守 以及就一个label 然后导致你反而很多事情做不到 可外方人相比反而做不到那么好 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说 也不叫做问题吧 可能就是我本身的一个困惑 其实是一个很classic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刚开始我讲的 就是一旦进入到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细节当中 很多人就开始容易跌倒 因为细节总会有很多许许多多 让你左思右想的这个事情 所以你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里面 其实有这么几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值得说 我觉得还是第一个 就是保罗为什么当时在让这个基督徒之间 不要把这个事情拿到外面去的这个原因 在这些原因里面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过 是因为基督徒在组织管理结构上 是自制这种情况 这个事情我不认为是原因之一 我认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第一是神所启示的公义道理明明明明确 二是神所要喜爱的是让弟兄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和彼此包容 对吧 然后刚才讲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是这些是最重要的这个原因 所以你要是开始去想这个原因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到 就是很naturally会想到另外一个点 就是你刚才说 有些水电工自称是基督徒干的不如这个这个非基督徒 就这个事情里面要分要分好几说 第一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他可能真的是基督徒 但是他记不如人 记不如人就是记不如人 圣经没有promise 没有许诺说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就一定是你们当地最厉害的水电工 是吧 这个肯定是有会有记不住人的水电工 他记不住那就是那就是不行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也没有任何可分辨的 但是我想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因为你提到了这个在基督徒教会里面 做传销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也见到过 遇到过很多 所以你想说的这种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 就是你更想要说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有些人呢 他拿着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做幌子 混进教会去 利用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便利 去获利 对不对 就像你所说的那样 因为有些人会听到你是基督徒 就天然的放松对你的警惕 他是有利益的 他是有用的 这个title 这个幌子是有用的 他可以让人放松对你的警惕 所以他对传销这种工作来说 是天生的 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掩盖 所以你说当这样的人 他是基督徒吗 他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但是你说他是基督徒吗 就是我觉得多半很有可能不是基督徒 但是呢 这都是猜测 对吧 因为你想到要用他去做幌子 给金氏牟利的这个人 很难说他的眼目可以放在未来神的应许上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这个情况 我看一下这个chat里面还有人 对 follow up就是 刚才你说的很好老毕 然后我是在想这个问题 公益的标准在神那里对吧 但是实施最后实施下来 实施的情况到底应不应该 在基督徒群体和非基督徒群体 之间有一个分隔 有个区别 这点我还很困惑 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有些东西你好像 加上一个基督徒的一个label 你的标准就降低了 比如说你评价一个水电工 你的标准应该是他的技能怎么样 对吧 他的服务质量怎么样 然后你如果说 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区别对待 那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他的那个对他的技术的要求 一个第一点 这是第一 这是第二就是说 作为那个enforcement law enforcement 你比如说这个社会的一些法律 其实是有普遍恩典的影子 在里面的对吧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 在普遍恩典 在这个社会群体之外 它创造一个更加 宽松的一个法律环境 在基督徒群体里面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带来更多的 护效应对吧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 首先你说的水电工 那个我之前comment 已经comment过了 就是你是基督徒 你活做的比别人差 你就是比别人差 我不认为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活做的比别人差 我就要给你因为你是基督徒 加分这件事情 对吧 你活做的怎么样 就是活做的怎么样 你说的另外那个问题 我觉得事实情况是恰好相反的 我觉得你可能想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你会说基督徒之间要彼此包容 所以基督徒之间会创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 相比外面的法律而言更宽松的这个环境 所以会导致一个 当基督徒在自己的群体里面做一些 可能在外面看来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 能在自己的这个群体里面得包容 但是在外面这件事情本来是要受到很严重的苛责的 你是想在对这个情况表达一些就是问题 对不对 对我是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 对 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 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一样 要很清晰的把它分出几个问题 分出 我觉得至少要分成两个不同的这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呢 就是神鼓励基督徒内部彼此相爱 神在这个基督徒内部里面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 内部彼此的这个征镜 你应该在这个基督徒内部解决 哎 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要在可以和应该在基督徒内部解决 他不是说你们自己家丑不要外扬去造一个老鼠窝 而是因为神在那个地 神在基督徒当中显出了绝对的这个公义 所以 第一个层面就是在包容这件事情上面 是神的爱在基督徒的这个群体里面的这个彰显 在第二个层面上面 这个爱并不跟神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公义所冲突 所以在第二个层面就是神的这个公义 在公义的层面上面 基督徒内部对公义的标准应该是比外面要更严的 他不是更宽松 他应该是更严格的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嗯 这个淫乱 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已经往往不被受苛责了 对不对 很多时候这个 乱性和淫乱这件事情在这个现在美国社会上面 已经很vidly accepted了 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 有特别是有一些有名的这个人的话 会觉得这事情就是很正常的 就大家都会expect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就是这样的 但是在基督徒里面 这件事情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是罪 这个罪要被显明出来 如果是一个弟兄做这样的事情 他可能在世界上不需要付什么太大的这个代价 但是在教会里面 他是一定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悔改的 他如果在这事情上不悔改 一个持守神话语的这个教会是要把他赶出去的 所以在公义上面 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他并不是拿着一个更宽松的标准 他拿着一把更严的这个标准 但同时他知道在这个标准下面 人只能靠神的这个公义怜悯生活 他不会把这个标准放低下去 公义的这个尺子会挂的比外面还要高 但是因为神也是这么对罪人的我们 开了救恩的这个这个一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人会知道 我们也应该有机会 有用一样的这个方法 给人有悔改认罪 还有给他怜悯和爱的这个方 这个机会 所以你看这两层分别就是神的这个公义和爱 他是同时存在 然后也不矛盾的 这个我可以来回答一下 这个教会绝对不是 创建一个更不公义的环境 绝对不是 这个刚才保罗说的那一节经文 你要看下一节 下一节说 你们为什么不愿受欺呢 为什么不愿吃亏呢 所以呢他保罗这个方法呢 就表明了他们当时是为了是为了利益的人物 开始彼此相告 那这个呢 在外面面见证非常差 所以像如果说教会里面这种性骚扰之类的 就涉及到刑事案件 级别的那这个是应当要找司法机关去处理 像有些教会说 教会内部的事情不要拿到外面去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呢不是保护教会 这个恰恰是保护罪 这个要洁净教会呢 就要把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黑暗 要给他报线 这个才是更好的解释教会 那么这个更规矩的问题就是说 那如果教会里面欠节能不能去解释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可以先走教会程序 因为这个保罗刚才讲的这个 为什么不愿吃亏呢 为什么不愿受欺呢 那你反过来说你为什么要欺负弟兄呢 对不对 为什么要害你的弟兄损害他的利益呢 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先后税 你可以先拿到教会里面来进去 我讲一个很现实的例子 有一个有一个教会 就是也是美国人挺大的挺好的一个 他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弟兄 他们是搞投资的 然后他们就拉了一个老姐妹 说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投资项 你投资了之后呢 可以获得每年百分之多少兆的 很丰厚的回报 那么这个老姐妹一看两个小年轻很好啊 而且还算一夜就支持她 然后呢就投了一笔钱 投了一笔钱之后呢 这个后来呢也是血本乌龟 那么血本乌龟之后 这个老姐妹她也很有恩赐 她说没关系 这个投资有赚也没赔了 赔了就算了 她就原谅赦免这个人的钱 但是教会长老不同意 教会长老们很生气 就把这个人的钱人叫过来 就给他们说 就说你们把人家养老的钱 这样子搞去 虽然说这个投资是一个自愿的 但是呢就说你害一个这么年老的姐妹 她现在老了 这连退出金都快没有 就说你要怎么样解决 所以教会 他教会层面 一个比较能力的姿态 也是从这个爱人中姐妹的原则 来找她的时候呢 这两个年纪呢还是很有当当的 她说我们 就是说我们现在 他们会继续创建 他们会继续奋 然后呢 逐渐就分歧付款 把欠这个姐妹的钱呢 给她还钱 所以后来呢 这两个年纪呢 确实也是重新 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呢 她真的就是把欠这个姐妹的钱 最后就还清了 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呢 这个三方 就是这个 这个两个年纪呢 和这个姐妹 以及教会层三方 我觉得都做的 都做的很完美 都很符合 神的这个公义 慈爱的用 所以 这些事情呢 它 还是case by case 主要重要的原则 我们把握住 就是说教会呢 第一呢 不是 不是败坏公义 但是呢 第二点呢 在公义之上 还是有一个 爱的原则 因为教会里面呢 毕竟 这个和你一般 普通碰到一个水电工的基督徒 是不一样的 因为 一个水电工基督徒 你也不跟大家一个教会 你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但是呢 你一个教会里面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一个教会里面呢 你真正的 大家就是像 弟兄姐妹一样 彼此相爱 所以如果说 我们自己教会里面 一个弟兄是这个水电工 然后我 或者一个专修工 然后我请他给我专修 给我专修的很烂 那我就乐 不可能去告他 对吧 所以 是这么样的一个 但是呢 也并没有人强迫说 一定要 一定要请这个水 差的这个弟兄来给你教 没有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 总体就是这样 就是教会呢 还是守护公义的 但是呢 在公义之上 还是有一个爱心的原则 在一切的事情的处理上 我不曉得 感谢阮哥分享 对 这个我特别喜欢 你刚才举的那个 那个例子 就是那个三方 在那个事情上面 都做得很好 我觉得那个例子 其实还可以再 在就是 再稍微衍生一下 假如那几个年轻人 最后没能创业成功 他们想要还钱 但是他们创业失败了 继续失败了 最后也没能把那个钱 还上 我觉得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他们三个仍然 他们三方在神面前 仍然是蒙神悦纳的 我不知道软哥你在这件事情上 怎么想 我觉得是的 就是说 不是每一件事情 大家都能够 最后都能够做得很完美 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但是呢就是 那几方呢 都是尽到了他们 应当尽的 因为 就是因为他们的心 他们的这个motivation 他们的动机 都是对的 对 都是蒙神悦纳的 所以你最后这个钱 还没还上 反而在外人眼里 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在这个基督徒这儿 就变成了没那么重要的事 对 因为那个老姐妹 她非常损失 你说 但她还是很有恩赐 她 然后 教会呢 就是她 显示出了 就是说 对教会里面 弟兄姐妹们的 这个 这个保护 然后那个两个里面呢 也是很有当当 对 我觉得那个例子最好的 我觉得 最吸引人的就是说 有这样的一个教会 就是说 首先你要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心 对吧 有这样的教导 其次呢 要有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士 就是说有长老 有这种督则的工作在那边 然后有这样的姐妹 有这样的爱心在里面 那如果说这个案例是真实的话 那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会了 对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是我听我的那个圣经辅导的 好 然后 我眼镜 这个chat里面看一下 在上有命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那世上的法律 也是神所立的圆柄 信徒之间 宿主法律 也不是神禁止的 是不是有个先后顺序 先寻求内部教会的流程 再检查自己的动机 如果平安的话 也可以起诉 比如我知道 哎 这个就是刚才软哥 然后在软哥那个例子就完美的 我觉得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借钱不还这个事情 然后教会内部 严重犯罪的事 虽然是起诉主体 是检查机关 不是受害人 但受害人要不要去曝光 就是听到阳文会说 这个是教会内部的事情 不要拿到外面这个队里面 没有解禁教会 这个我同意的 关于这个第二点 我是同意的 就是因为你要特别的清楚 这个神公益的这个标准的话 你会意识到 大部分在世俗司法机关认定是 刑事犯罪 像杀人这样的这个事情 在神的这个公益面前 更是可憎的这个事情 这个教会自己的这个捷径本身 对在神面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见证 所以就像我说的 在这件事情上面 关键就在于你要为什么去起诉 啊 我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应该是起诉 就出于我刚才说的那些原因 而这些原因 我相信是和神心意的 然后 啊 ok 这个 看来这个问题 应该已经是被回答了 是不是 这个思思还有这个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额外的这个问题吗 还是说刚才的这个讨论大概把这些都回答了 好的 好 感谢你啊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分享或者是讨论吗 我想想问一下啊 就是说 关于这个是不是要诉诸法律 我觉得还也要根据你这个不仅仅是动机 还有你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 是否已经 呃教会内部已经无法解决了 那这个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说已经发生到那种 人生的这种刑事犯罪的那种案例的话 那肯定要付诸法律的 呃我觉得就说应该还是要区分吧 你包括在史读星传以后 在那个保罗他 他被诉诸到凯撒那里头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应该是是受到宗教的迫害和政治上的迫害 所以才输出到法律上的 按照的道理啊 就是说从罗马那个政府的他们那个官员来说 这都是教会内部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教宗教 公会进行内部处理 处使一个犯罪的 教徒的话 那这就触犯了 罗马那个法律 他们是公会是没有权利进行的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这个也要区分 你这个信徒也好 弟兄姊妹也好 他所犯的罪 是否已经达到了 就是说国家的法律 形式法律 法规上面的东西了 如果已经超出了教会的这个 权限或者说 接近社交会的这个性质 这个范围之外的话 是否也要应该 诉诸国家认机构的法律来 来审判呢 这个其实这个弟兄 已经有答案了 对吧 只不过这个 这个核心的这个问题 就是在于判断的这个标准 刚才你说的那些话 我是同意的 但是我要稍微的 再多解释一下动机 动机这个东西本身很难讲 你其实刚才就在解释一个动机 你刚才解释说 之所以有一些罪 必须要拿到这个司法机关面前 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 它已经 第一 严重的这个违背了这个公益的这个原则 第二你觉得在教会内部 已经不能够做出 对这种 这种严重犯罪足够的这个惩罚 一个教会他能对这个 自己的会中做出什么惩罚呢 开除危机 对吧 还能怎么样 你又不能把他杀了 就像当时的那个这个犹太公会一样 对不对 但是这样的这个事情 显然在我们自己明白公益的人 心里面知道 对于一个在教会内部杀人的来说 这是不行的 公益的这个结果 只能在当时的这个司法机关能给他 能给他 能给他deliver 而且我们知道 那个其实也不是真正最终那个公益的结果 真正最终公益的那个结果 是那个人将来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 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所做的交代 是的 我想讲的意思就是说 想纠正很多弟兄姊妹 他们说 在很多教会被灌输 基督徒不能打官司 这种概念 这种概念 我觉得是错误的 对吧 没错 当然是错误的 而且我从根本原则上面反对一切靠行为给人定标准的方法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 我们是可以有合理合神心意的动机去控告人的 我们刚才解释的其实就是一个动机 我们就说了这么多 就是在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而我觉得我们当时我们给出的这些理由 在神面前那个地方是合理的 是合神心意的 这个就是动机的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 我可以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的好的请问 是这种杀人这种东西的话 那肯定是不合神心意的吧 但是如果就是就是比如说前几年就是国内就是那种就是有讲的是一个人为了他的母亲 把一个人给捅死了 这当时是有四个人当着他的面去强行侵犯他的母亲 结果他用刀去把那个人给戳死了 那这种东西他这个是在神的面前是怎么算的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案子 那个当时在国内本身也有很多的这个讨论 对不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司法能给你一个答案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考虑的已经不是司法了 你更多的考虑的就是 就是道德层面和在神面前的这个层面上这个事情会怎么判断 对不对 首先要明确一件事情 就是在神最后会怎么判断 神最后会怎么想这件事情 人天然的会去琢磨这个事 但最后他只有神自己能告诉你最后他是怎么想的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是从他启示的圣经的话语里面去做出一些揣测 这个这个清楚啊 嗯 我们能做的就只只能是做出一些揣测 所以在刚才说的那个那个意思里面 我们似乎在感情上能理解那个人当时啊 为什么这么做 嗯 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warrant他可以去取走啊 就是侵犯他母亲的那个人的这个姓名 这个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到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这个启示 我在感情上面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如果你要问到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只能去想圣经里面在这件事怎么教的 如果没有具体的教的话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嗯 这个视频 我好像有看了个视频吧 但是我不太知道这个事情的细节啊 好像听起来因为可能是属于那种 嗯 就怎么说呢 呃 防卫 正当防卫 那他 在这个里面就说 有没有防卫过当 那么正当防卫包括 包括防卫自己的生命的安全 包括防卫他人 包括防卫他人 法律上也是允许 那到底他属不属于防卫过当呢 嗯 我不知道 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给人有 啊 啊 啊 这个 啊 抵挡外人的日清 就是属于这种 这种防卫 那 那在这个具体的里面 有没有过当 这是法律上 要处理那个很很技术 很技术的问题 啊 就是说在 圣经里面 他所给的这个防卫 对于自我防卫的总原则 基本上是对等 对等原则 就是以压还原 以眼还原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如果总体靠这个大原则 对等原则去套的话 似乎有些防卫过当的嫌疑 但是仔细考虑的话 又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面 呃你说的是面对四个人 是不是他们到时候 是不是有真正的生命危险 对 所以这就 对 如果说起来的话 就非常技术 对 对 非常 就是就是非常技术 但到底是不是以防卫过当 对 所以这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 哪怕你真实经历过那个事情 可能都很难去 就是能完全按正确的公益的去做 一个判断 对 像我们只能从新闻报道里面 听到直言偏语呢 对 那会更难 嗯 但是呢 可以 但是我们大可不必 为这种事情感到分分不平 因为这个 这种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最终一定都会得到公益的审判 就是在神的那个审判那里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反对一切用行为来判断人 我觉得这个statement 就是这个这个说法可能要稍微就是再解释一下 这个你是说这个你反对就是说 判断 我可以再解释一下 这个 sorry 我可以 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对 这个 呃 这是这样的 这个 在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神是看重人心的神 啊 在行为这件事情上面它存在一个行为是很容易被掩盖的行为是很容易掩盖他背后真正的这个动机的你当然当然会有很多行为他本身的动机体现的是极其明显的对吧就在大部分的杀人案里面那些人杀人的动机是很清楚的是很明显的就像很多司法机关他通过世俗的调查手段他也很多时候能把一个人的杀人的动机是很清楚的是很明显的就像很多司法机关他通过世俗的调查手段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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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在这种时候说已经有了这个行为是吧我大概一下就能知道他动机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反而是说就是不能用他提不起诉来判断 要用他为什么起诉来判断 嗯 这个不知道这个听不清楚 像保罗他也说我要关税也是要打个皇帝的嗯 嗯 嗯 那就不能不能就说 基督徒都不能打死 对 这个在之前的这个经典问题里面我们其实说过很多次了可不可以说谎是吧可不可以离婚 这都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讨论过的很容易引起这个讨论的这个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就讲过他既有在神面前说谎是可以的这个例子就比如说是接生婆的这个例子也有在神面前说谎是不可以的这个例子 这就是从行为判断他核心的这个难度就在于他行为本身他给的这个信息不是神真正看中的那个信息神看中的是他背后的那个你为什么说话 嗯 嗯 嗯 就是因为刚才那个弟兄问就是说教会里面嗯 嗯 刚才弟兄问的是这是在我们不应当说在教会里面就能自己教会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拿出去生长这个当然是的 因为你看这又是一个这又是一个不问为什么直接给行为定义的一个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当然有的事情是需要告出去的而且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应该要把那些事情告出去这个为什么要把它告出去就是动机 我们刚才解释了很多动机嘛本身有神的公义在有教会所能执行的这个权柄在世俗世界有限在有神要吩咐基督徒吩咐这个事件的这个权柄在这些都是原因这些都是动机都解释为什么可以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告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 嗯 好 好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分享和问题吗 我觉得用动机的话的确是很好的一个啊标准吧不过动机的难处就在于你很难去琢磨明白这个动机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动机的妙处对很难琢磨别人的动机但是你很难琢磨 甚至自己甚至甚至自己的动机也有可能自己欺骗自己的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很多吃太多甜点了对吧 你想要让自己好过一点就是我这个东西让我吃的开心我待会就给你吃了就 我觉得不仅是别人的动机很难琢磨你自己的动机因为很很难说你就有一个动机去做一件事情 你比如说动机往往可以是复杂的是这样的复杂的对你有可能是因为自己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说谎的习惯 彩测别人对对对对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这样的啊所以嗯 ok呃我再说一句啊其实啊呃不要说讲到这个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这些事情 所以法律上那动机是呃非常非常看的他必须看的你就就就比如说杀人啊杀人他有故意杀人他有过世杀人对不对他有鲁莽杀人 那那个到底是故意到底是过世还是鲁莽看了就是他的动机吧你是故意的要杀死这个人呢还是不小心呢还是说呃我应该知道后果但是我不管那个是鲁莽事 法律里面都已经把它分得清清楚而且不是分得清清楚就是说法律里面就是尽力的把它都已经分类给他给他归类呃呃外面同样是是一个行为杀人但是他如果动机不一样的那判断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事情世俗的世俗上面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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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的那么在神那里神当然知道是最清楚的 对啊其实我觉得刚才软哥说的那个教会就是长老啊还有另外两方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仿样啊我想现实中就是说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是很多的教会在有一些甚至是特别是法律事务上面其实是缺少这样的一个专业能力去碰别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去寻求世上的这个专业的法律意见去处理这样的case其实未必说是一个坏的一个case 因为我们要承认哈因为教会大小啊教会人员的构成我们在某些方面法律上或者说世俗上的一些专业水平上面就刚才水建工就是一个好的案例可能是缺少这样的啊专业的能力去做一个评判的可能这个时候去寻求外界的帮助未必是一个坏的一个一个 解决方法 我觉得大可不必说的这么委婉 这就是一个好的方法你刚才就在描述一个动机 你刚才描述的那个动机叫做寻求公益 就是因为我们因为自己的有限不能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 我们不知道我们想要让这件事情得到公益的判决 我们诉诸外面这个动机叫做寻求公益 这件事情当然是该做的 但是同样的人可以做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心里面完全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 对吧 所以他表面做的事情可能是一样 但是取决于他为什么做在什么面前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yeah 我觉得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东西要用条文写下来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让人家有这么多自己可以给自己狡辩的机会 好 今天这个讨论很好 这个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补充或者问题吗 那我就觉得就是说我想刚刚听了大家的分享 就说就是说可以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我们要寻求一个人的动机的时候 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寻求在神的面前的公益 当我们不是当我们面对不是非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寻求这种公益是诉诸国家的权力机构和法律机构 可以这样说吧 要明确一个关系就是掌权的权柄也是从神来的 换句话说你如果看世俗公益法律条文的要求 他大部分绝大部分跟神的这个公益是align的 他实际上来源是源自于神的这个公益 对我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不信主的非基督徒 他们寻求公益肯定是找着公益法 那他们不认识主的当然只有 对刚刚我讲的说我们寻求动机的时候 当我们在教会要寻求动机的时候 我们更多是看中了神的公益 那么看中神的公益我们更看中的就是 这个基督徒他所做的行为 他的动机是什么 在这个神的公益上面 他是不是是蒙神喜悦的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是以这个为标准的 对不对 那非基督呢 他们就是应该说 就是说我们讲的他不认识神 所以他不知道最终的审判是神 神的公益 但他们知道可能就说 法律法院给他们的审判 就是给他们的 有可能是公益的 有可能是不公益的 但他们只能寻求这样的结果 他们也没得选 他们毕竟是非基督徒不认识神 他们如果有的选可以来到神面前的话 当然来到神面前是更好的选项 对我们也希望 对我就是我分享这一点点的 好谢谢 好 那 融融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OK 祷告之前我再说一句 律师 对对对 因为刚好我因为自己是律师 但是行业里面的 保罗那句话 就说 为什么基督徒之间诉讼 要找五万一帮人来 教会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我们之间 不可以情愿之亏呢 铁明刚才也说到 我们在教会里面 其实对神的公益是有智慧的 这个我还是要讲一下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世上的法律 律师也好 法官也好 还有很多东西 他并没有我们想的 这一 这是 自爆行业内幕 圈内人的话 你特别是在美国 已经是法治 也就是 说你在DC的街头 任快石头大概十有八点 砸了个律师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个毕竟是堕落的世界 败坏的世界 不管他有多少个学位 或者是什么样的同学 远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在 这些事情上 我们信靠主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中间 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所以我们再去仔细思想 保留那个话 为什么这些事情 你一定要拿到外面去 OK 我就说这个 我们 我们 我们来祷告 来祷告 来祷告 带领 带领 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 在施工的开始 遭到挫折 因为 被这个 罚老 粗暴的 来抵挡 并且事情 并没有看起来 变得更好 反而变得更坏 主要这是 属灵的征战 我们将会 侍候的常态 我们是 面对 那强大的仇敌 魔鬼伞弹 它是要 想尽各样的办法 来阻止 祝你自己的旨意 在 的指名当中 实现 主要但是 我们有 祝你自己的帮助 虽然事情 可能一时会看起 变得更糟 但是主 你自己的旨意 必然 要实现 在这中间 我们会 外面的压力 也有内部的挑战 就像这些 民众 还有长老 当他们遇到 挫折的时候 会来 怪着 摩西和牙 主啊 这时候他们 你靠着 只有你自己 倚靠的是 对你 坚定的 仰望 并且他们 接下来的 征战 还有许多 除了 十次被 这个法老 拒绝 他们在 旷野里面 要带领 被你的百姓 经过 四十年 最后 祝你自己 仆人的榜样 也是给我们 激励 也是给我们 教训 让我们 可以忍耐 让我们 可以完全的 来依靠你 这些 历史的事实 这是真真实实的 记下来告诉你 没有任何的掩饰 没有任何的 这个 说要把它 美化 主啊 就求主 你来给我们 谦卑的心 来引寿 也帮助我们 怎么样的 跟随你 不仅是因为 我们个人 也是 我们教会的整体 主啊 我们在教会 侍奉 都是不容易的 会有各样的事情 而且 真实的这个 事情会远远的 比我们想象的 比较复杂 而且有很多的 灰色的地带 许许多多的 这种 纠缠 在里面 我们 我们 这个走走的路 是充满了 荆棘的 这个路 但是同时也是 荣光的路 我们就求主 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教会 是吧 经过这些征战之后 能够在你的面前 是吧 良心 可以无愧 可以到你的面前 得到你自己的称赞 是良善 忠心 进来 一群一群 享受 是吧 祖天的演示 感谢赞美主 愿 我们 那一天 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无论是在 哪个地方 都能够站在你面前 能够在那公义的冠冕 那生命的冠冕 感谢赞美主 耶稣 基督保贵 得圣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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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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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